這題它說,這個fx是一個二次多項式 而且滿足這個條件 它要你利用牛頓差值法,求這個fx 怎麼利用? 我們對這兩個差值 就fx等於14 我x大於負荷的話會等於14 後面那兩項,一定有x加2 一個x加2 這是a 加b 一個x加2 一個x加1 我如果把x帶負荷的話,會等於14 那我現在帶1 我fx帶1 帶1的話,這個就等於14 這帶1的話,是3a 這帶1就等於0 我馬上就可以把a算出來 f1是等於負1 所以a等於多少? a等於5 這個移過去負15 3515,所以是負5 那這樣的話呢 我b我就可以求算 我現在帶多少呢? 帶3 f3 現在等於多少? 等於14 現在a現在是負5 所以是減5倍的 帶3 3加2是5 再加b f帶3 3加2是5 那乘以多少呢? 3解1是2 那這個是等於9 那b很快就算出來 這是25-14是多少? 25-14 這是11 這是負11 1過去 變成多少呢? 變正11 正11加9的話是20 所以呢 10b 等於20 那這樣b的話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2 b的話就等於2 所以這個是等於2 所以這個是等於戶5 那b的話等於2 這時候我就想著 l不是等於多少呢? 那你把它擺著的話 事實上就是答案了 你把它擺著 事實上就是答案了 1個是加2 乘以2是乘以1 那你可以把它展開了 把它展開的話 這個就是14 那就是戶5 x加上多少呢? 減掉10 那這展開的話 多少? 展開就是 這是1 這是1加2 乘以1-1 1加2 那就是戶1-2 所以1加1-2 再乘以2 所以是2x 2-3 大家就知道 這是14 所以是消掉 加0 所以是等於2x平方 x 代負二的話,或是等於14 代負二的話,這是8, 要減掉3乘以多少負二 沒錯啦 8加6,剛好是等於14 所以答案是這個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個答案 fx 等於 2x 平方 減 3x